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如果没有奉献精神和爱心 是不可能为别人而活的 如果这个人是残疾人 那就更加难上加难了 穆普有一位被称为梅拉空的人 他克服了贫苦与残疾 实现了对大众的无私奉献精神 他就是已故的嫖疾猪 梅拉空是曾经出演日本武士电影的残疾人演员的名字 因嫖疾猪与他形象相似 因此被叫做梅拉空 60年代 在穆普行李托印处工作的嫖疾猪 为了无家可归而露宿街头的孩子们提供了免费宿舍 而且他是最初提供免费货物保存处给穷苦老百姓的人 他一直有一个愿望 就是在穆普站旁边的河上面架一座桥 穆普站旁边有条又长又宽的河 河对面的村民们如果要坐火车 就必须绕路而行 着急的人为了赶路而过临时垫脚石桥时 往往都掉进水里 哎哟 嗯 如果在那里架座桥 很多人都会方便的 朴氏向穆普试听请愿架桥 但被拒绝了 政府没有多余的预算 这件事恐怕很难 请愿不成的朴氏决定出去募捐 但部分战前商人们却冷眼相待 政府会解决的 你出来募什么捐啊 要是那边有桥 就没人从我家前面过了 那我这生意还做不做了 但是朴氏朱并没有气馁 他自己去架桥公司 弄钢筋和水泥等必备品 他的这种扇形渐渐被传开 市民们也开始捐钱给朴氏了 但是想用募捐而来的钱架桥 根本就是天方夜谭 没办法 只能靠我的那些存款了 他把几年来省吃俭用存下来的六十万元 全透在了架桥项目里 1964年4月20日 朴氏朱36岁那年 桥终于完工了 市民们给这座桥起了名字 叫梅拉空桥 并在旁边放了纪念碑石 贫苦的残疾人 用自己的力量架桥的事迹 感动了募捕市民们 受到了市民们的称赞和感谢 多亏了你 现在不用那么着急赶路了 谢谢叔叔 工作48年的朴氏朱 在艰苦的生活中也不失笑脸 彻底实践了无私奉献的精神 可惜的是 1994年67岁的朴氏朱去世了 现在那条河已被覆盖成平地 桥也没有了 但朴氏朱的慎心及牺牲精神 永远留在了木铺人民的心中 不仅进攻职守 而且为人设想的朴氏朱 是木铺的名人 也是木铺的骄傲 他是后人们永远的榜样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